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谈点短剧中最帅的十位男演员 第三倍欲为短剧中的小声 第一位短剧领域不只是言霸这么简单 第一位 谢渔望 天哲 姑姑 你怎么来了 我是替小姐说话的 她并非一夜成名 而是在每一个镜头前 每一句台词里 默默耕耘 逐渐绽放出属于她自己的光芒 她 是短剧中的一位佼佼者 在多部短剧中 她以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她的演技 不仅仅是对角色的简单模仿 更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精准把握 她凭借着自己帅气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 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角色形象 让人们对这些角色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共鸣 谢渔望的短剧代表作有《前期攻略》 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短剧 她在剧中饰演的男主角 是一个聪明 极致 又略带些小狡猾的角色 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最终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这部短剧的成功 也为谢渔望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另一部短剧《大叔好好宠握》中 谢渔望则饰演了一个成熟 稳重 又充满爱心的男主角 她用自己的温暖和关爱 感动了剧中的女主角 也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她的表演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和风采 而在最新的短剧《思绍情愫夫人无罪》中 谢渔望再次挑战自我 饰演了一个性格复杂 内心丰富的男主角 她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将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们为之动容 为之震撼 第二位 王涵阳 在王涵阳的代表作中 重生之嫁给前任他书 是一部备受瞩目的作品 她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深情且坚韧的男主角 与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 她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 与角色共同经历着情感的波折和成长 另一部备受好评的作品是傅少的《替身新娘》 在这部短剧中 王涵阳饰演了一个冷酷无情的男主角 与女主角之间展开了一段充满误会和纠葛的爱情故事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为之心疼 在《离婚后前夫哭着求复婚》这部短剧中 王涵阳再次挑战自我 饰演了一个性格复杂 内心丰富的男主角 她凭借深厚的演技实力 成功地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震撼 为之感动 王涵阳所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 所有角色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情感变化展现得丝丝入口 让观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王涵阳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分成的角色形象 她的演技实力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更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观众们纷纷表示 王涵阳的表演令人难以忘怀 她的角色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心中 在短剧界 王涵阳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男演员之一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不懈追求 相信在未来 王涵阳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第三位 艾红尘 我们中什么奖了 呃 那个 哦 对了 在短剧的世界里 艾红尘如同一颗璀散的明星 她的光芒照亮了无数观众的心房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貌 在短剧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艾红尘的演技在短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她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塑造 总是能够深入人心 让观众为之动容 在心动不止一刻中 她饰演的角色深情而争执 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美好 在富人别省了 邱总不差千重 她则化身为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主角 与女主角的互动让人捧腹大笑 同时也展现了她的机智和幽默 这些角色在艾红尘的演艺下都栩栩如生 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艾红尘的帅气外貌也为她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她的五官精致 气质独特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 都能够轻松驾驭 在短剧中 她使而是风度飘飘的公子哥 使而是阳光帅气的邻家男孩 每一次的亮相都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 艾红尘的出色表现也让她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她参与的短剧作品数量众多 每一次都能够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她的演技和颜值并存 让她在短剧领域中脱颖而出 被誉为短剧中的小生 艾红尘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她对于演艺事业持续热爱和执着追求的结果 在短剧领域中 她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更高难度的角色 这种精神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艾红尘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她的表演细腻而富有感染力 能够准确捕捉角色的内心事件 将其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观众们纷纷表示 艾红尘的演技令人叹为观止 她所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因为艾红尘的出色表现 她在短剧领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扩大 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她的作品 她的粉丝群体也越以壮大 这种受欢迎的程度 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肯定 更是对她努力付出的最好回报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艾红尘会继续在短剧领域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她的才华和魅力将会继续闪耀在短剧的世界里 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第四位 何剑奇 在短剧的世界里 何剑奇如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她凭借出色的颜值和演技 在短剧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何剑奇的笑容仿佛有着魔力 能够瞬间征服观众的心 当她笑起来时 那双明亮的眼镜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 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 带来无尽的温暖 她的笑容不仅让人感到愉悦 更能够深入人心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在短剧中 何剑奇的角色设定也备受好评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生动而真实 无论是陆少的《隐婚最期》中 那个深沉内脸的男主角 还是我当替身月星百万中 那个机智幽默的替身演员 她都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 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何剑奇的演技也得到了 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评价 她能够灵活地运用自己的表演技巧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她的表演自然而真实 没有任何的角柔造作 让人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 与角色一同经历着 情感的起伏和波折 正是凭借这样的出色表现 何剑奇在短剧领域 赢得了大量的粉丝 她的颜值和演技并存 让她在短剧领域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目中的偶像 她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够引发粉丝们的热烈追捧和尖叫 她的每一次表演 都能够让观众为之动容和感动 因此 何剑奇被誉为短剧领域的严霸 这个称号不仅代表了 她的颜值和魅力 会继续在短剧领域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第五位 陈刚 从明天开始 我不想再看到这个间谍了 陈刚作为短剧领域的备受关注男演员 她的表现确实引人注目 她的帅气外貌和出色的演技 使她在短剧中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陈刚在短剧中的表演非常出色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的生动而真实 她的演技自然流畅 无论是面对复杂的情感纠葛 还是紧张刺激的情节 她都能够从容应对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的代表作《危险的爱》 来生许你一世温柔和重生后 嫁给前任他书等短剧作品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这些作品中 陈刚塑造的角色各剧特色 有深情款款的男主角 也有冷酷无情的反派角色 她都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陈刚的出色表演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她的粉丝们对她的演技和颜值都赞不绝口 纷纷表示期待她未来更多的作品和角色 陈刚在短剧领域的表现备受瞩目 她的帅气万贸和出色演技 使她成为了短剧领域的一颗璀散明星 相信在未来 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第六位李孟然 李孟然确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她在短剧领域和音乐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作为短剧男演员 李孟然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她的代表作品这个男主有点冷 不忍 不好惹 晚扎朝皇等短剧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些作品中 她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短剧领域 李孟然不仅演技出色 还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她对于每一个角色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 不断地琢磨和打磨 力求将角色塑造得更加完美 这种对于表演的热情和执着 也让她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被誉为最帅的短剧男演员之一 除了短剧领域 李孟然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歌手 她的音乐作品同样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她的歌声清澈动听 充满了感染力和生命力 能够打动人心 引起共鸣 无论是演唱抒情歌曲还是动感舞曲 她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魅力 李孟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人 在短剧领域和音乐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表现和亮眼的成绩 她的才华和努力让她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 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相信在未来 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第七位 戴高正 戴高正在微短剧界确实已经展露头角 她的出色表现让她成为了短剧界的一匹黑马 她的微短剧作品数量众多 且涵盖了古装爱情 民国剧和都市爱情等多种类型 充分展现了她的多样性和才华 在做自己的光 《芒心形千金河与你的暖暖时光》等作品中 戴高正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吸引力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和感受角色的内心世界 戴高正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她能够用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演艺打动观众的心灵 让人对角色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感受 同时 她的外貌和气质也积具吸引力 让观众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除了在微短剧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 戴高正在其他领域也有着不俗的成绩 她的演技实力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各大制作公司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希望与她合作 这也充分证明了戴高正在演艺界的实力和影响力 戴高正在微短剧阶的表现尤为出色 她的才华和实力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 相信在未来 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第八位 王晨鹏 来看秀 对 我能要 跟我走 王晨鹏在短剧领域的出色表现确实令人瞩目 她被誉为最帅的短剧男演员之一 其成熟稳重的男人为深受观众喜爱 她主演的短剧代表作由我家老公是大佬 爱在黎明前降落 他是人间妄想等 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 在这些短剧中 王晨鹏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和感受角色的内心世界 王晨鹏的演技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她能够用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演艺打动观众的心灵 让人对角色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感受 同时 她的外貌和气质也积聚吸引力 尤其是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为 更是让人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在短剧领域中 王晨鹏凭借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占据了一席之地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演技 更是因为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的塑造能力 相信在未来 王晨鹏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第九位金家宇 金家宇确实是一位才华横溢且备受瞩目的短剧男演员 她的帅气外貌和扎实演技使她在短剧领域中独树一掷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血 金家宇的短剧代表作顾少温柔给了我 离婚后 沈总满世界追妻以及陆爷 夫人马甲又掉了等 都充分展现了她的演技和魅力 在这些作品中 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 将角色的情感变化细腻地展现出来 让观众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产生共鸣 金家宇的出色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让她在短剧领域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她的演技实力和对于角色的深入理解都让人印象深刻 使她成为了短剧领域中的佼佼者 相信在未来 金家宇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期待她在短剧领域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第十位陆善东 陆善东在短剧界的出色表现 确实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她的颜值和演技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使她成为了短剧界中备受瞩目的男演员之一 她主演的多部短剧 如《第一次爱的人》 《少将大人青青虫》 陆少的《再讨小娇七》等 都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和名人的魅力 在这些作品中 陆善东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 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 她的表演不仅具有感染力 还充满了从刺感和深度 观众可以从她的表演中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体验到剧情的起伏跌宕 因此 很多观众对陆善东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她是短剧中最帅的男演员之一 陆善东的才华和努力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她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相信在未来 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成为短剧节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